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纪元世界头条 首先看到台湾大纪元 关于钱贵火警事件 高层开记者会鞠躬道歉 全台停业一周 钱贵台北林森店恶火 被爆出人为关闭消防设备 仅有在安检时候才打开 对此钱贵公司发言人 在记者会上向社会大众道歉 并将给予罹难者家属 100万元补偿金 全台17间分店停业一周 而昨天28日 是台湾的防疫指挥中心 成立第100天 台湾自从3月中旬以来 也是第一次连续三天零确诊 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安定社会呈坚实力量 并且认为 现在疫情能维持好的方向 是因为全体国民的合作 希望能继续配合宣导 管制就能逐渐放松 不过在会上也有提到 跟1968旅游警示APP相关的问题 有人提出这个APP在实际运用上 有一些情况 例如有些景点 三更半夜还是显示人多 反而把没人的地方变成热点 另外有些景点被标注成热门景点后 许多人纷纷退房 生意大受影响 对此 陈时中表示 被标注出来的地方 不是危险区域 只是曾经为热门景点 所以才被选定 用这样的资讯 让人潮自动分流 不要过于拥挤 所以假期要出门的民众 这方面也可以多加注意 保持好社交距离 再看到其他新闻 YouTube频道无故被封 财经人眼 你起诉Google 日前拥有17万订阅的海外财经频道 财经人眼 因为发布了 跟中共数字货币相关的影片后 Google以发布垃圾内容 商业诈气为由 下架了该影片 同时也关闭了他的频道 财经人眼接受本报采访时就表示 可能对Google发起诉讼 他本身是武汉人 做了非常多疫情相关的影片 全部都被黄标 无法盈利 Google还把以前所有 已经通过盈利审核的影片 都取消广告 他认为这根本是在报复 并且表示 起诉Google 不是心血来潮的想法 比如黄标事件 大家都是受害者 没有人挑头 也不会去起诉他 但是封频道这个事情 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Google还有YouTube 作为一个美国企业 却帮着中共进行言论审查 打压世界言论自由 因为美国律师 接受大资源采访时也表示 Google这么做 也是违反美国国家利益 也许可以走小额法庭 不带律师也能打官司的 简易法庭 如果用户自己去小额法庭提告 就算是大公司 如Google也会疲于奔命 这里也告他 那里也告他 也会难于应付 接着关心香港新闻 香港中学文皮士 于27日开考 通知科必答题 设新闻自由 考卷中提到 新闻媒体自我审查的情况 记者采访受人身威胁 是否普遍的评分 这道题目 让不少考生 联想到反送中运动 有考生忧虑 如果作答之后 有明显的立场会影响评分 但是也有考生认为 反送中是合适的例子 教师则强调 考生立场不影响得分 继续看到美国新闻 美国准备好重启之际 川普表示 将要求中共赔偿 当地时间星期一 美国白宫发布 中共病毒测试指南 表示联邦政府 将确保各州 有足够的病毒检测能力 以安全的重启经济 和社会活动 也有越来越多的州 宣布放宽限制措施的计划 而在当天记者会上 川普表示 正在对北京 未能阻止疫情蔓延进行调查 连同美国全球都在受苦 他将会对中共就责 要求赔偿 继续关心英国新闻 英国首相抗疫成功 27日正式复工 英国首相强森 3月底确诊感染中共病毒 27日康复重返岗位 强森表示 英国正处于最危险的时刻 呼吁民众要对禁足力保持耐心 还表示 满足五条件才考虑放松禁令 这五项条件 包括国家医疗保健服务可负荷 每日死亡人数下降 感染率降至可控制的水准 确保筛减及个人防护装备充足 最后是确保任何政策改变 都不会造成第二波感染爆发 而禁足力何时解除 英国政府将在未来几天 做更多说明 接着看到加拿大新闻 卑诗省卫生官称 病毒传播率降低 卑省接近重新开放 卫生官表示 尽管有社区爆发疫情 但是证据显示 保持社交距离与隔离 降低了病毒的传播率 新增病例在减少 我们正在根据未来数个月 可能面临的情况 制定放松限制的计划 好的 今天的大纪元世界头条 就到这边 更多完整的内容 欢迎订阅大纪元时报 掌握中共肺炎最新真实资讯 守护台湾不能松懈 了解世界脉动 开阔你的眼界